說到這幾個月 除了跟親人做團員以外 外交的民眾也會選擇 頂餐廳 大家做個多路來享用美食 有飯店業者就在用餐空間邊 搭著全業集的電熱空間 跟他邀請到新瑞藝術家 帶來精彩創作 讓民眾在享用美食的時刻 也會等到有這個時刻香煙 能接新年來到 飯店業者在用餐空間 搭著專業的結婚電燈中所 要請年輕的藝術家來分享創作 藝術家用餅空的食材 記錄到自己從過去屬物有貌的企業 我的作品都比較多是關於 就是自己創作的 自己資深的經驗 還有一些夢境中的想像 那像這件作品 它算是家鄉裡面有一戶人家 他養了一個農場 然後他把它裝置得很像是 就是在火星一樣 另外一位青年藝術家的作品 更加是充滿武漢的創意 融合到巨像和超像的圍造 要來展現對生外空氣 算沒用的無奈心態 那我的創作裡面其實很多就是有一個想像的場景 那個場景其實看起來就是充滿著險惡 或者是非常多突發狀況的一個世界 那裡面有很多動物可能會代表著我 或者是裡面有很多植物它們生長得很強壯 它們都是來回應這個世界 回應這個我想像的空間 這位當初的營養表示 這兩位給我的心想 雖然年紀很年輕 順著豐富的創作經驗 透過外奏來分享他們對未來的環境 主要是希望提供在地鄉親 有一個可以過來放鬆並且休息的場合 同時是提供過來全國立委用餐的一些賓客們 有一個不同的視覺想念空間 那這次望向光亮那方的想像 其實也是蠻符合疫情現在時代的主題 它帶給人們一種比較不一樣的安定感 飯店業者強調 虛擾也很影響 除外用餐的民眾有較少 但是因風業工作真是有困難 為了應接過年期間的營料 透過給文殿檔 讓鄉親一邊享用美式一邊欣賞的輸作品 大專新聞中心回答 蔡芳報道